政府到底該寄出哪些 縮小貧富差距的一些政策 有沒有一些事情是你覺得 該做的沒做 會有一些 做了其實沒有什麼效的一些政策 其實這個大家都講了蠻久的 因為就是主要還是出在 這個稅制的問題 大家常就是開玩笑講說 為什麼有錢人繳的稅 可能比他的秘書還少 那就是因為有錢人 他有很多的避稅方式 他用公司來去掩蓋他的一些所得 反而我們一般人 沒有辦法這樣做的 我們就得繳很高的稅 所以政府在稅制的問題上 是不可以輕忽的 包括說我們講到房價的部分 房價為什麼會那麼高 就是因為資金回來台灣之後 沒有地方去 所以他們都拿來炒房 政府為什麼要放縱 這些人他去持有這些 房地產的時候 是用一個比較低的成本 你如果稅制可以合理的 合理化的話 是不是就不會有炒房 這個狀況發生 包括說我們之前講到正所稅 正所稅利益良善 它其實也是要消費貧富差距 但是它必須要 比如說你收入超過10億元之後 還有你到8500點的天險 這才會啟動 種種的狀況都顯示出 我們在稅制上 其實還是有滿大的問題 沒有辦法藉由重分配 或是這個彌補的方式 然後來幫助這些薪資 比較屬於比較低的人 沒錯 在這種狀況之下 很可能有這種心理相對的 這種剝奪感越來越嚴重 所以這個房價問題 稅資問題 企業環境等等問題 其實政府都應該要 積極的來重視 希望能夠縮小 貧富差距的這種仇視感 感謝一張今天到現場來 謝謝你 謝謝